围栏外贴上公告 上头日文写着禁止擅自停车 被发现的话要征收1万日元 台湾民众在冲绳旅游 没注意就误闯了这一片私人土地停车 苦主在社群发文说对日本滤进全岁 事发在9月1号深夜 台湾旅客在旅馆人员指示下 停进私人用地停车场 当晚用车时地主出现指向告示牌 要求支付罚款 但收了1万元之后又改口说罚款是10万 台湾旅客表明不愿支付 对方却将他手机夺走 更可怕的是报警后 警方也向着地主 表示两台车要付20万元 凑近告示仔细看 才发现原子笔硬生生加了一数 1万变10万 也让台湾旅客认为自己被喬诈 最终经过两小时的拉扯付了1万日元 取回被抢走的手机 经历这一切让台湾旅客对日本好失望 也有网友留言说自己在北海道 也遇过要收30万日币 有人评估是日本经济不好 恶性显现 日本警察是不会帮外国人的 也有检讨的声音认为本来自驾 就该做好功课 使台湾人警戒心不够 游客人满为患 使得当地居民不堪其扰 出国旅游民众要自保 不被同样的方法敲竹杠 恐怕只能睁大眼睛仔细看 避免误闯私人土地